各位觀眾 我們回顧一下第三回合 這速度真的是史上最快 因為White Spider的Flyer 採取一個6D快攻 而且 剛好他又找到位置 對方的位置 而且WINS又下了二框羅雙 對 真是完全達到了 他使用這樣6D開啟真的是要賭 但讓他賭到了 WINS真的無言 曹智惟選手真的無言 無言以對 真的探口氣 好 那現在White Spider聽牌了 當然 熱身鋼鐵要推出主將 出來擋對方的賽末點 所以揮出馬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呢 這邊White Spider是由DS也出馬 這個 那當然他們還有雙主將還有NIFI 所以這邊派DS也是可以理解華裔 當然拿下來就贏了 那在夏骷拉斯高原 這張地圖 地圖是已經先確定的揮 本期在夏骷拉斯高原是四戰全勝 那DS是第一次在夏骷拉斯高原進行交手 好 簡單介紹一下選手的點位 在四點鐘方向的紅色人類選手 華裔Spider的DS 對上的呢 則是在十點鐘方向的藍色 神族選手 熱身鋼鐵人的灰 那其實我想會在第四張圖派出DS 是因為接下來第五張圖 暴風前戲 是一張神族的圖 暴風前戲也是下半季的新圖 大家都還沒有看過 所以 大師應該是想說 就算有第五場 留著讓NIFI這位神族選手來打暴風前戲 不過這兩位高手高手高高手 他們現在本季的對戰扯平了 因為今天前面是灰獲勝 現在變成四勝四敗了 對 所以接下來看是誰五勝四敗喔 那其實灰呢 我們了解他真的在 就是上半季打得很不好啊 十連敗作手 連灰身為主將啊 戰績也沒有說很理想 所以過年這段期間 他真的是苦練苦練再苦練 那網路上也很多的鄉民們 非常推崇啊 那個鬼首輝 這個苦練 因為他練習的時候都會開直播 開直播 所以大家都 都可以看得到他在練習 其實你如果真的有在看他開直播 你真的會感動 他真的是幾乎每天開 一開都是12個小時起跳 是喔 對 而且從那個觀眾人數 一開始開直播可能一兩百多 到現在他只要一開直播 就有可能兩千人甚至三千人 真的 而且他還不收錢 當然 當然他是免費的 對… 而且我繼續了解 昨天他表演賽 打贏我們兩個之後 回去還繼續開直播再打 對… 打贏我們兩個之後 他沒有說放鞭炮慶祝 也沒有什麼放鞭炮的 已經是 理所當然的事情 不用放鞭炮 對 喔 這邊爹死能不能夠復仇啊 剛剛死神啊是 就是劍手工 但是馬上回頭就被 回馬槍 回馬槍 這個灰就回來一個板鞭 DS這邊是直接速封口 然後要做 人類這邊速封口 然後要來做一個5瓦斯開礦 那灰這邊是比較要來盤科級 2瓦斯已經下了 好 那這邊呢 因為我們剛剛一直講 像之前有講到 9910滴啊 重複的啦 10滴快攻 剛剛Fly更狠 6滴快攻 6滴 現在也很多的婆婆們媽媽們在看啦 那是不是 我們跟大家解釋一下 什麼叫10滴 什麼叫6滴啊 滴是因為說 按工蟲的那個快捷鍵是滴 所以說 英文字的滴 所以說6滴就是說 6隻工蟲 我就下狗詞 叫做6滴 就下了一個 孵化池 對 那10滴就是 10隻工蟲的時候下孵化池 所以是那個速度啦 你6隻工蟲你又下孵化池 馬上就出了孵化蟲 但是這個速度會更快 這個出門去打草 那10滴就是10隻工蟲 所以是英文字那個ABCD的滴 快捷鍵的那個滴 快捷鍵的滴 我是說6隻豬 對啊 6隻豬是什麼 6隻豬要拜拜這樣 夾滴啊 夾滴 10隻滴啊 10隻豬就跑出去了 這邊跟大家稍微解釋一下 我們這個術語啦 好的 那這邊看到的是藍色的灰 下了二礦 對 因為它可能有猜到說 DS這邊速開礦 因為這張圖其實開二礦也是主流 所以是馬上開二礦 而且你可以看到 灰雖然說現在二瓦 但是它應該有精算過了 在灰主礦左邊的那個瓦斯 是只有兩隻在採 右邊那隻是三隻 它應該還是盡量讓自己的經濟最佳化 所以在這一個採瓦斯的探測機的數量呢 它也是有做一個調控 那DS這一場你看 它上次 上一場沒有補碉堡被反打 嗯 這一場就是乖乖補碉堡 那DS這一場還是要先走一個深化部隊 所謂的陸戰隊加掠奪者的一個組合 這次沒有掀出死神啊 對 其實你如果從只看死神的部分 這個戰術是成功的 是成功的 沒錯 但是在反打就整個崩盤了 對就是碉堡下的慢了一些啦 其實碉堡如果兩個建起來的話 上一場就是 喔 建起來就守住啦 對啊 DS就結局應該就可能不一樣 對 好 回的那個真的 我說它進場的時間點啊 很堅決就 放棄立斷 對 但是晚個三秒啊 那也是人家就建好了也不一定 對 晚個三五秒啊 碉堡就好 然後就開始快樂的維修 對對對 現在這是 人類的好處啦 就是它的建築物 有些是可以飛的喔 大部分是可以飛的 最主要都可以飛 那 補給站是可以 不能飛 可是可以降成地下室 對 降成地下室 就是可以走過去這樣 對對對 可是打一樣痛 被打一樣爆 當然當然 如果降下去不會痛 那還得了 對啊 還可以躲起來 蓋在你家就好了 不過蟑螂是 盾地的話就打不到 對 盾地就變隱形單位 你要做偵查 嗯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 灰這邊3BG補了一個 三個傳送門 補了一個機械製造廠 它待會可以搭配 大概兩到三個不朽 來嘗試做一個前壓 因為它稍微很早就傳 所以稍微的立場的數量 會不夠喔 嗯 所以它待會可以嘗試性的 做前壓 或者是掩護 等自己的具象完成 那家裡面 同時也下機械研究所 好 DS這個時候前壓 不過DS這個前壓部隊 是有震撼彈 有盾牌 但是沒有打針喔 選擇的是盾牌 而不是打針 所以沒有打針的話 其實在操作性上面就會 操作的彈性上面就會稍微少一些喔 而且還是要特別 灰這邊是只有 大部分是少衛 不過第一隻不朽快出來了 大概撐到第一隻不朽 哇 不過其實DS這部隊順道蠻多的喔 好 稍微開一下視野 哇 剛剛打一次打掉部隊喔 往回拉一下 現在打針也開始在升 DS這個時候 一把雷達 這稍微不能再被點掉 稍微再被點掉的話 待會立場會不夠喔 好 現在有不朽出來了 稍微是可以守住 所以DS要後撤了 那開始要轉巨像 有夢幻泡泡灰 他目前呢 四連勝 四連勝當中喔 在下班級的個人 對 取了一個四連勝 我加上表演賽就是 五連勝 他可能覺得那個不算 那應該是零點一勝 零點一勝 4點一勝 對 好 這個觀察者都看到了喔 對 看到了 DS的兵集結在這邊 對 不過DS也是蠻細膩的 他把部隊都分散了 你是要怕巨像的這種 擴散的攻擊輸出 閃兵 稍微閃一下兵喔 然後燈打針好 然後待會醫療艇也會轉出來 有醫療艇之後這張圖還是要來 人類這邊還是要來嘗試做一個空投 哇 不過這場比賽 這兩位高手 高手高高手 就已經 就是決定要打這種正面的 沒有什麼騷擾 對不對 呃 我覺得人類還是要嘗試去做空投啦 打正面的話呢 如果一樣的經濟 一樣的兵力的話 其實 神族的泛用性是還蠻高的喔 對 尤其是當它具象成型 然後如果甚至在轉的時候 優能 聖堂武士有優能風暴之後 打正面的話 神族是很可怕的 那這張圖真的是 我會覺得 人類要一直嘗試的來做一個騷擾 其實人類的這個種族特性就是這樣子 一直做騷擾 現在那個操控OB的 大哥好像告訴我們說 在等打針升級好了 對 他等打針升級好 真的是要打正面的感覺 對 完全就是正式擺開來就打了 前期也沒看到什麼 兩個人有騷擾什麼都沒有 但是 呃 會議這邊已經兩隻巨像 雖然說射程還 可能還不會好 前面一個 對 正在路中間的 然後被秒殺 對 但是兩隻巨像 如果沒有圍巾戰機的話 只要讓巨像攻擊輸出 你看它在長 應該是在長巨像 把巨像放在 你看這是小細節 對 真的沒有圍巾的話 怎麼打巨像啊 這個是在長巨像 這個 小細節都做得很好 PS沒有生圍巾戰機 那巨像會 威力很強大喔 這個空頭載上來 然後發現有巨像 可能會 不知道來不來得及載回去喔 對 直接從正面了嗎 真的要 巨像來了 看到巨像了 然後巨像會不會退呢 對 怎麼好像背 怎麼 不是說好沒巨像嗎 怎麼會這樣呢 兄弟們趕快先退個兩步 不過掠奪者數量蠻多 但是這樣硬衝 還是很危險啊 因為你如果這個 人類這個潛壓部隊 沒壓下來自己被吃掉的話 那神主可能又要再次 像上一場一樣反推了 不過這個DS 在 這個 八點鐘方向 有一個軍工場啊 雖然大眼睛啊 對 大眼睛 八點鐘方向 一個飄在那邊半天 他不會飄過去看一下嘛 我覺得現在 神族的這種 正面部隊已經完全成型了 巨像數量已經起來了 而且重點是有射程了 唉唷 三隻了 對 現在反而是灰啊 出來了 出兵了 對 他第一時間就是要抓科技完成 哇 圍巨像也不夠齁 對 現在灰在 積極的趕快升圍巨像戰機 好 巨像攻擊 趕快輸出一下 現在雙方在拉陣型 哎呀 這個掠奪 稍微有點落單啊 好 這個DS的圍巨 他只有一個星際港 一次算可以升兩隻 我覺得他剛剛長巨像效果很好 對 雖然又掛反應爐啊 可是還是現在緩不及急的感覺 圍巾湊足了三架 對 基本上三 四隻巨像 至少需要七 八隻的圍巨像 你才能夠有效的嚇阻巨像的輸出 那現在圍巨像不夠 然後灰個前置水晶一下 但現在一定用射程在佔你便宜 達不到圍巨過來太不怕 開盾來了 這個持續來回拉 然後巨像一直在做輸出 補給站打 那人類還好 人類現在可能還 短時間內還不會卡人口 但是前面的建築學 全部都被點掉了 還有放立場 還放立場喔 這立場是先放著 先卡住你 然後巨像繼續燒啊 因為現在射程最遠的 就是巨像割了 對 巨像被點掉了一隻 但是還有三隻啊 地面部隊追列 剛剛有一些追列卡在後面 不過還好 我已經是戰機 還有兩隻 前置水晶完成了喔 開始繼續傳追列 剛剛我們看一下工兵樹啊 DS2礦工兵幾乎死光了 對 而且真的 DS家門口一片焦土 對 剛剛DS死了25隻的太空工程車 剛剛畫面上帶到的就是我前面講的 8點鐘方向那個軍工艙 站到人家 它的用途是站人家的礦 我這邊呢 正面呢 灰一路的打進來 這隻可能擋不住啦 巨像一直在燒 礦羅被 哇 這麼珍貴 這麼珍貴的礦羅被燒光光 好慘啊 為什麼把礦羅放到前面受死啊 他第一時間拉過去 A過去 對 然後吸引注意 GG DS連敗給灰兩場 哇 真的是鬼手灰啊 已經個人拿到五連勝了 這麼一來也使得雙方 戰成了2比2平手 休息一下再來看第五場的比賽